作为越门的大师兄刘晓婷 可以说是非常卑微 单单吃不上饺子 这一件事就被师弟上小局拿捏得死死的 这是二哥吃饺子的刺客 真会比你 真会比你 就是他老赶不上 因为我来说我真的 一会饺子都没有赶上 他确实是一去家那个门店吃别的 他就去饺子 我一去家吃 他说你今天吃什么馅 你能不能问 问问 有人问你这个 如今刘晓婷成功地搬回议程 9月26日 刘晓婷发文晒出师娘郑敏给拍的照片 看到二哥戴着帽子 翘着二郎腿 坐在凳子上 凝视着远方 特别是在背后阳光的映衬下 大家也纷纷为这张唯美的照片点赞 直呼师娘郑敏的拍照水平属实不错 二哥真是备受师父师娘疼爱 不过 上小局却因此无辜躺枪 有人在评论区喊话 询问上小局你的照片呢 据悉 当天也有网友晒出 岳云鹏带着两个徒弟一起打球的合照 而师娘只给刘晓婷拍照 没有给上小局拍照 这让不少二哥的粉丝朝上小局发出了调侃 虽然我们二哥吃不上饺子 但能得到师娘的亲自拍照 也算是扳回一程 也有不少网友表示 虽然吃不上饺子 但能得到师娘的拍照 也不错了 不知道尚小局会不会哭晕在厕所 毕竟上次一起爬山 没能得到师娘的回复 尚小局都差点哭了 上回就是我们 我们一块吃早点 一块吃早点 师娘回复我了 平时比他可能回复我了 没有信信 我别把这个 就是师娘可能之前没看见你 我当时没太想 有人没回复我 其实那个我师娘 我知道 你让我解释 你真是一样 没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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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呀 是不算两个 是不算两个 那那那那那 对 除此之外 师娘还在下方评论出了 自己更满意的一张照片 看完照片 网友们都乐了 照片中 刘晓婷完全是素颜照 显得特别黑 这回黑土豆的外号 算是坐实了 而大哥冯赵阳 也来凑热闹 不少网友表示 都有画面了 看得出来 二哥在师娘身边 还是会非常的紧张 不得不说 岳云鹏夫妇 对于徒弟是真的好 岳云鹏曾在节目中 多次谈及到 师娘王会对他的好 如今 郑敏对待徒弟 仿佛让大家看到了 曾经师娘王会 对待岳云鹏一样 也让大家感受到 德云社的好传承 难怪会这么火 也有网友表示 刘晓婷上小局 一定要多多赚钱 好好孝敬师父师娘 好好努力 不负师父师娘的一片苦心